我想问中铁建,1186,5.9一买入,怎样部署好呢? 我想最大的小小不确定,都是买入价近期的高位 因为始终都由之前可能4.5元边,上到近期差不多6元 其实都升了1元几上来,也是累计了一定的升幅 所以近期开始就做了小小的调整整股 所以变成在近期高位才买入,一定坐得太舒服 但是近日的整股,幅度来说未算太夸张 因为都是由5.9左右,下回5.6,都是调了3毛指 其实这样算一成都未够 变成还是属于一些大象小围的格局 所以我觉得走势上说未算太担心 而看法上更加不是悲观 因为毕竟说今年的看法属于正面 因为始终都预计了加快一些基建投放 那兼且中期见这些本身的估值也是比较便宜 比较吸引 所以我想暂时来说可以先握住 但是如果你说,如果假设你5.9有货之外 本身的货量也是偏多的 那当然,我想剩下一些可能叫指示 或者选择位是需要的 那如果向下来计算 反而我只会看着50天线的 现在大概5.4 如果只要5.4这个位置 没有说真的明显打穿失手 其实再调整风险不高 甚至乎如果简单来计算 你5.9还有一个玻璃穿5.4走 其实到时才会挨近一成的亏损 那其实这些亏损幅度 或者这样定一个指示位 或者降绑位 其实会比较合适一点 所以我想看5.4附近 不穿的话不妨就先握住它 算是什么